第一次红了她 你当时是铁定了心想离这个婚的 当时临床的目的可能也是想个女孩子吧 后来我老婆发现我骗她之后 她就一定要我跟她复婚 后来我也就答应她复婚 她一直在纠缠 还写信给她老家呢 给那你的老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要跟她复婚是为什么 还有感情在吧 那时候回产呀 什么都没分清楚 为了方便对第三方展开追求 高先生用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方法 骗得金女士和她离了婚 那时的金女士竟然相信了高先生的谎言 而得知真相后的她 不但没有选择离开 反而要和高先生复婚 这当中的原因 有对几十年来的情感不甘心 也有经济方面的问题没有理清 如果金女士是因为这些提出来的复婚 那么好不容易才离了婚的高先生 为什么又会同意和金女士复婚呢 当时因为她说我骗她嘛 其实我不愿意去骗她 这样你说我复婚算了 然后她也同意了 她也是骗了我 我就说你骗我 她说那行我们复婚吧 我不骗你 以后我们复了再怎么离 也就是说当时复婚的时候 高先生是为了更好的跟金女士 重新离一次婚 复婚了之后 我发现我还是放不下那个女孩子 她说我也想放下 但是放不下她说抱着我想着那女孩 你怎么会去跟她说这样的话 其实有时候可能也觉得她太气人了吧 可能有会说一些话故意气她 不是故意的 那她打我也不是故意的 打了她也不会理会你 她嘴巴一直说很爱我 我说你爱我就好好爱 又行动又表现 而不是嘴巴说 她说不行 男人都爱完的 高先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吗 更多是一种气话 这个也是气话 但是你刚刚在前面也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确实没有放下那个女孩 对这个是真实 那你这个感情到底在哪 所以说这几年我也承认对她伤害比较大 我们在14年的时候 又是又谈一份 是因为这个女孩吗 还是 所以说那个时候已经添加了一点股票的光细了 她怕我把股票钱亏完 金女士 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才提出离婚的 她跟我说 放不了那个小子 她要自由 我没有给她自由 她说 她不要她 要找另外一个来忘记她 替代她 那最后你们怎么就达成了一致 又去离了几个婚 也是一直在吵 然后我就同意离婚了 各次复婚 所以再次离婚似乎成了必然 如高先生所愿 复婚不到一年 他们又一次离婚了 原本这段感情终于了结 但金女士说 因为一份私下拟定的离婚协议 他们的第二次离婚 更加的不清不楚了 第一次谈离婚 是不是跟上次一样